现在是13点17分 欢迎继续回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 城市之音FM102.6 这里是城市名人堂 我是唐主刘旭 今天我们依然是推药唐主Special 这是一组非常帅气有型 且硬朗的男生组合 这次他们也要和在这一周时间里 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好的音乐 然后想要跟大家一些分享的话 那今天他们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们来有请Special吧 音乐听我的 CDFM 城市之音 我们是本周城市名人堂的堂主Special 我是子鸿 我是Teddy 连续就是一周都是子鸿和Teddy 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音乐 那么应该没有觉得很腻吧 绝对不会腻的啊 而且我们开头就是我们今天就要换个开头 因为我们前面的开头就是说我们要为 我们Boys on Fire这个全新专机 就推荐几首歌啊 让大家来知道啊这样子 所以今天 对我们今天要换个开头 你要推别人的歌是不是 呃不是我还是要推荐 Special Boys on Fire这种全新专辑里面的Fire Flame 哦大家来听看看 好的听完这首Fire Flame 这首歌其实 其实这首歌我有一个小故事 因为其实当初这首歌在填词的时候 就是公司有 有找你填 不是找我啦 就是公司有找 就是各处就是填词的人来征选歌词嘛 然后 结果刚刚好当中就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 你女朋友 不是是我朋友 男生男生 偶像没有女朋友 对对对 偶像没有女朋友 好你男朋友 这个就不要再讲出来 偶像没有另外 偶像没有另外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 不是啦 是我朋友 我那个男生朋友就是 有参与这次填词 然后就 真的假的 他那时候就有问我说 欸你们要走什么路线啊这样 然后我跟他讲了几个大概 我们是成熟稳重啊 刚刚听完这首歌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最美丽的颜色 好OK 反正这首歌 他填完之后 哦 最后真的是踏雪上 所以其实 天哪 蛮开心的 天哪 所以你们那天晚上有去吃竹馆晚餐吗 有啊 My God 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我单身那么久 我没有bust 好 那听完这首fireflame 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 好 第一首听完这个fireflame 让人家热血沸腾 情绪高亢的歌 没错 我就是这种人 马上来泼里冷水 所以我们下一首歌 带给大家 黄利行的冷水沸腾 这两天天气有一点点 就是感觉越来越冷了 越来越凉了 今天special 他们竟然给我们讲一些 适合夏天听的歌曲 他们是不是也知道 我们这个夏天刚刚过去 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忆和怀念的东西呢 刚才我们听完呢 是来自于这个黄利行的冷水沸 那当然在这里 刚才Teddy说了他自己洗冷水沸 但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 如果自己的身体素质 或者是身体的状况 没有那么优秀的话 就大家洗冷水沸 一定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怕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special 听完这首黄利行的冷水沸 其实我自己在夏天的时候 我都是洗冷水 真假的 因为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我是球队的嘛 因为那时候住宿 你是什么球 篮球 篮球 然后那时候住宿 可是因为每次练完球大概11点多 然后再收东西收的时候 大概11点半回宿舍 然后因为烧水的那个伯伯 就是那个 嗯 家 那个老人家 不能说人家老头 那个老人家就是可能比较早睡 所以 我们回 我们球队基本上打完球回去都没有热水 因为冬天嘛 然后零下大家都会想要多冲一下热水 然后我们球队每次回去 零下就洗冷水沼 天哪 所以 难怪你皮肤这么好 所以 洗冷水沼皮肤会变好吗 对啊 这是真的啊 真的吗 嗯 那我要继续洗冷水沼了 对啊 可是你不是之前是游泳队吗 怎么又冒出一个来 没有游泳队 我只是之前考试要考游泳 哦救生员 没有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考高中的时候可以选择跑一千六或者是游泳吧 所以那时候我选择的是游泳 因为我之前在上海念书 所以我选择的是游泳 哇 好厉害啊 好啦 那瞎扯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要留点时间放歌 对不对 那我们下一首歌 带来范逸诚的无乐不作 现在是13点33分 欢迎去回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城市之音FM102.6 我是DJ刘旭 正在和你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城市名人堂 今天特邀堂主Special 他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夏日的一些歌曲 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转量了 刚才已经说了 虽然这个夏日的感觉来的稍微的晚了一点 但还是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回忆一下的 继续我们来让Special来给你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音乐听我的 我们是本周城市名人堂的堂主 Special 我是子虹 我是Teddy 我们刚刚有请到就是那个 Evan来帮我们念一下开头 刚刚那声音很奇怪我也不知道 可能Evan感冒了 那我们这一次的就是主题夏日之歌 其实夏日的时候 就是要去海滩玩啊 没错 然后要穿泳裤啊 游泳啊 晒太阳啊 那这是一个什么感觉 是一个很开心很自由的感觉 哦很自由的感觉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很sade的话 我们就是要推荐这首张正月的自由 也许会很 好的听完这首自由之后 有没有觉得身心都很自由呢 很放松 你少来了这首自由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哦 这歌词其实好像有点 诶 就是有点让人 你知道的 刚大家有人能听吗 好 我就不考大家了 但是我们下一首歌是真的真的 非常的适合夏天听 而且 为什么 自己也会唱哦 你会唱 那你先唱两句 不要 不要 挖洞给你跳 你都跳不进去 绝对不会好不好 绝对不会 好 这首歌是我们的电影小王子 Kelvin Harris的 Summer 刚才我们听完的这首歌曲呢 是来自于Special的 他们推荐的 是来自于Kelvin Harris的Summer 这首歌曲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remix的版本 哪次 哪天空的话 可以找出来 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 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有情Special 好的 听完我们的Kelvin Harris的Summer 其实我 为什么你刚刚不唱 没有 其实我很想唱 因为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 但是我刚忘记歌词了 所以 就是逼不得已 就是只能打你 一巴掌这样子 OK 希望你不要怪我 那找个机会 我可以打回来吗 好啊 你要怎么打回来 来给你发挥 你好像又打了一个巴掌 是吗 不好意思 难怪我觉得手热热的 好 那我们听完这首Summ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首歌的MV 这首歌的MV 非常非常的有趣 就是呢 我们的男主角Kelvin Harris 走在一个非常非常 长条的公路上面 一直走 然后唱着歌这样 就这样 对 然后很热 看起来很热 但是这个MV里面还有 包括赛车以及美女的场景 所以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没有开过赛车 很想开 我也很想 你这是会骑重机吗 会啊 我会骑重机啊 我个人就是 骑车或开车的时候 我会感到很放松 很放松 很自由 那你会睡着吗 不会睡着啦 开车开车睡着太危险了吧 好险好险 好 那我们为了不让大家睡着 我们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叫做 To the Sea 是Jack Johnson的歌哦 Bring on your Hunters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要再见 我们明天绝对会在见面的 相信我 好 那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收听我们 CDFM城市之音的精彩节目哦 再见 拜拜 拜拜